欢迎收看VC Wellness Stronger Together 视频 我是Vincent Chiu 今天我想分享第二个成功老板的三个心态 那就是不找任何借口 所谓啊 失败者找借口 成功者找方法 我们先来看看 失败人找借口 这句话是怎么指来定义哦 那么简单的说 如果今天一个人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他有一些瓶颈他来找我 如果过程中他总是说因为某一些人的关系 因为某一些事情的关系 某一种原因的关系 他无法成功 无法把事情做好 无法突破的话呢 那么过程中他完全没有跟我说 Vincent 现在我面对这个问题哦 我有我应该怎么样子做 有什么方法吗 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可以教教我吗 跟我分享吗 所以你就听得出说 那么这个人到底现在来找我 谈谈面对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是找借口还是找方法 那么找借口呢 有些人是习惯性的 一辈子习惯性的找借口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可能是不知不觉 很多时候呢 我们这里讲有消极的三大根源哦 也就是说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呢 你经常面对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破坏性的批评 可能是环境家人从小对你呢 没有信心 想说你不可能啦 你不可能会的啦 你哪里有这个本事啊 你千万不要做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啊 等等 所以这种习惯性的啊 长期的这种负面的 negative折扣 对你信心大打折扣的批评哦 让你对你自己没有信心 第二个呢是不愿意承担责任 有些人是天生或者习惯性 或者是有意识的说 我不想负这么多责任 那么一个不愿意负责任 负责担当的人呢 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第三个是自以为是 也就是说过程中啊 很多东西啊 明明是错的 人家跟你告知你 提醒你 你还是坚持很自着 那么长期生活的这种三个啊 这一三大消极的根源的人呢 你就发觉说你这一个人啊 可能就有一种 长期习惯性的潜意识性的啊 找借口 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个失败树这里 哈就是啊 失败树上面长满了失败的果 那么很多时候呢 这个失败的果啊 我们看看啊 都是不好的 就是你的人生啊 有失败感充满悔恨逃避对抗 悲伤贫穷恐惧的痛苦 都是让你活在非常不开心的环境里面 可是你的失败树会长这么多失败果呢 就是下面的这个八大的消极原因啊 这八个消极原因呢 其实就是你失败树的肥料 那么当你发觉说你有这些症状 有这些原因的时候呢 其实呢你的结果呢 其实就不太会啊 一个不会是个长满健康的果树 长满成果成功的果实 而是长满失败的果实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八大原因哈 第一个你是不是缺乏明确的目标 那么有一些人呢是完全不愿意设立目标 也不愿意想目标 那么你一个没有目标的人 或者你没有目标做一件事情的话呢 你就发觉说啊过程中啊你好像 呃有做没做也一样 那么很自然的 那你什么东西都不会完成 那你来成功呢 那么第二个你害怕失败 害怕失败呢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说啊 你可能过程中啊 啊可能是不愿意承担责任 或者是说呢你很担心 别人对你的批评 别人对你的眼光 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克服的 你可以通过不断的练习啊成长啊 来克服这一个害怕失败的问题 其实失败的哦 也是很小事情啊 没有人会记得的 而且你只要愿意从每一次的失败中呢 啊吸取经验 那么你一直不断的去进进和进步的话呢 你以后面对失败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少 那么第三个就是你害怕被拒绝 那我的人生过很简单哦 其实我每一天也在拒绝别人 那么你被人家拒绝也是很正常啊 什么叫害怕被我每天拒绝别人呢 比如说啊现在疫情哦 电话整天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借钱 我不需要 我讲我不需要 我再拒绝别人了 可是我拒绝了那个别人过 那个人的生活会很很很苦吗 没有啊他继续找下一个啊有兴趣的客户啊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被拒绝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很多人呢把它看到啊非常的大非常的严重 其实你静下心来想哦 我们的生活中每一天我们都在拒绝别人 这是很正常的 那么什么什么时候我不拒绝别人呢 当对方提供一些我生活上或者我工作上需要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 我就不会拒绝他 因为我需要这样东西啊 所以是很正常的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埋怨和责怪了 所以啊有些人啊就是什么事情啊 没有自己想办法解决 就是把那个问题推在别人的身上 或推在其他的事情身上 那么无形中呢他就觉得说他是受害者 他就不需要啊承担很多责任 我今天无法成功其实都是别人害的 其实这是个很不好的思想 接下来就是工作冷漠拖延时间啊做事情 麻糊啊这些东西就说因为你不认为你会成功 因为你不愿意去找方法 所以你的态度就是这样子冷漠拖延还有麻糊 那么第八个呢就是你的思想里面的都是悲观失望的 什么意思呢 当任何事情摆在你面前 你看到的是机会还是你看到的是呃失望 你看到的是压力啊还是一个负担 如果任何事情任何一个东西放在你面前 你看到的都是希望的话 那么你就会很正常的 愿意一步一步的去解决你的面对的困难 你面对的危机 而让你有机会一个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如果这八个八大原因 消极的八大原因哦 你发觉你都有的话 或者是这个消极三大的根源 你发觉你都有的话呢 其实你是需要很认真的去珍视它 来克服它 那么让你不再 让你的将来也不是一个失败数 而是一颗成功数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成功数 成功数 成功数长满上成功的果实 如何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成功数呢 其实就在于这个成功的三大关键 第一个你愿意设立目标吗 你要的目标 然后从每一次的小成功里面累积的经验 不断的去复制你的成功 第三个就是马上行动 有很多action 让许多小成功组成一个大成功 好 所以你看看这个成功数上的果实 当你有明确的目标 你能够完成它 你就一个小成功的嘛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久了过后呢 你就会开始对自己有成就感 有信心 也更加愿意为你自己想要的人生的目标 愿意负起责任 有责任感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发觉说 不管面对什么问题呢 你基本上呢 都有勇气去克服它 因为这一种成就感 责任感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呢 会让你的这个成功果实上啊 是长完的富足快乐健康和幸福的果实 这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的 那么怎么只看说 你会不会有一个成功的果实啊 这个成功数上面怎么成功的果实呢 其实下面就有成功的十大根源 这就是你成功数所需要的肥料 那么在看视频的朋友呢 啊我们一起来勾出这一个啊 这个checklist啊 你可以检查说等下我勾出这十个原因 这十个让你有一个成功数的原因 你到底有多少个 第一个强烈的企图性 很简单的 先问你自己 你对你今年 接下来的两年五年里面 有没有一个人生方向的目标 有吗 如果你不敢想 你不愿意去设立任何目标的话 你哪来企图性呢 永远有企图性的人 都是因为有个明确的目标 他知道他想完成什么 而你又愿意去克服他 马上有行动的话呢 就是你有企图性的人 第二个你充满热忱吗 你到底喜不喜欢 做你现在想做的事情 或正在做的事情 如果你在做这一个 你不开心不快乐的事情 你是不可能对那件事情 充满热忱的 所以你有选对事业吗 第三个 你相不相信自己 能够建立自己的信心吗 我答你 新的行业 你没有经验 你肯定是没有信心的 很正常 20年前 我也是如此 那么我如何栽培我的信心呢 就是通过不断的学习 从失败中找经验 让自己能够越做越好 那么我总是会找对人 去问一些解决 克服我面对困难的方法 那么找到这些方法过呢 我越做越好 我就自然会有对自己更加有信心 第四个 所有的事情 你是看好还是看坏 你能够保持乐观吗 就讲讲现在的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发生了过后呢 很多人呢 我发觉说啊 都是把事情看得非常的灰非常的暗 可是同时你也发觉说 有许多行业许多生意呢 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的生意是做得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理想 当事情发生了过后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你是往好的方面 找方法 找成功的机会呢 还是往坏的一方面 灰暗的一面呢 一直去面对你的失败 所以你就想一想说 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是看好还是看坏 那么这就讲到第五个 保持生命的弹性能屈能伸 怎么只说呢 你会发觉说啊 同一个行业 有一些生意 有些老板呢 他因为对过去的绝强 或者是他的经营方式 他的本人没有办法有弹性 那么他还禁止说 现在哦 mco我不能出门 我不能开店 我只有等 那么有一些老板呢 就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把他的生意啊 转型数码化上网 所以这个就取决于说 你做事情有没有弹性 那么你做事情会不会很倔强 不能啊 能不能屈能伸 保持你的弹性 第六个做事情认真吗 现在的世界呢 每一个顾客都要求品质 如果你做事情不认真 品质不在的话 那么你的生意怎么样 能够永远的经营下去呢 第七个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新冠疫情啊 对我是个很好的启发 为什么呢 以前啊 在忙的时候啊 根本没有静下心来看自己的事业 也没有静下心来看说 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 可以做的更好的 现在反而我发觉说 我有时间静下来想 我的strategy是什么 那么我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我需要做些什么 那么我有新的目标 我需要做些什么 这些东西我现在会吗 不会的话 我有没有找管道去学习 所以只有学习不断进步呢 我们才不会被市场 不会被客户所淘汰 第八个人际关系 顾客和你 你的同事和你 你的团队和你 都是在讲人际关系 包括和自己的家人 也是有人际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和随便 所有有关系的人 的关系都非常不好的话 那么 试问你怎么会有可能成功呢 不可能吧 那么第九个 你所想要的目标 你愿意100%承担负起责任吗 你愿意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的目标就有机会完成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的目标谁来帮你完成呢 第十个爱与付出 爱与付出呢 其实就和热忱很接近的 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你想要做的事业 你喜欢做的事业 你就很热爱他 你愿意付出啊 你会充满热忱啊 所以现在 你就问问你自己 你在做的东西 是越来越做越让你沮丧 还是说 你去想找另外一个出路 能够越做越开心的行业 让你的梦想 能够一步一步实现的 所以这十个成功的根源 你有多少个 一个三个五个还是十个 你有越多恭喜你 以后你的这个成功书呢 上面呢 这颗说不只会长得很大颗 而且上面有很多成功 大大颗的成功的果实 如果你没有很少的话 小小少少少的话呢 那么不用紧 这十个成功的根源啊 其实都可以通过学习来栽培的 那么在我有机会跟你讲更详细的 这个成功的十大根源之前呢 那么你就最简单就是问你自己 你有没有成功的三大关键 你有目标吗 没有的话 现在开始设立 设立了过后 你愿意去复制 make sure你能够完成你的目标 有许多小成功来累积的大成功 然后最重要是有行动 你有目标 你有idea 但是你没有行动的话呢 一切都等于零 所以如果你要一个成功书的话呢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你一定要不断的找方法 成功的人找方法 并全力以赴 问问你自己 你想做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东西 过往你可能没有思想过 没有去深思过 那么现在呢 就静下心来想一想说 你想要的成功是什么东西 你想要怎么样子的结果 我选择在Net2创业 除了它有优质的产品之外呢 第二点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创业计划 100%让我们来掌控我们的升职加薪 也100%的透明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呢 是它的科兴价值 就是美满人生 因为一个美满的人生里面呢 分为六大块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事业以财富 那么的确你要在市场上做任何的生意去创造你的财富的话呢 创造你的事业的话呢 哪里都有 但是呢 没有多少家公司呢 能够同时培养我们的心灵财富 美满人生里面这六块蛋糕的细节呢 以后我会在另外一个系列的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 那一个是Net2创业的成功密码MCCC系列的视频里面 我才跟大家分享 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换一个活法 你想要一个完成你的梦想的话呢 你第一个是你的三大关键 成功的三大关键是什么呢 第一个你有目标吗 第二个你愿不愿意去复制你的成功 并且马上有行动 成功老板的三个心态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不再找借口 当我们不再找借口的时候呢 才是我们成功的开始 当我们决定在Net2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们想象看自己的改变 第一个改变呢 就是我们自己开始做老板了 就是开始做生意了 那么给这样呢 就能够给自己有一个换个活法的机会 然后在这种创业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时间可以自由分配 在没有老板给我们压力之下呢 我们自己就是老板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业 或者事情 那同时呢 我们这个收入呢 是无上限的 那我们可以啊 依据自己的努力 而获取我们心中想要的这一个盈利了 那我们有更多的家庭时间 同时可以帮助这个事业啊 可以帮助我们啊 这改善我们的债务啊 还清我们债务 同时也可以帮助朋友啊 想创业的朋友呢 也能够获取同样的这个改变啊 而让他们有机会换个活法